接下来我们要上的事情是海水所溶解的物质 我们讲两个,一个是颜泪,一个是气体 气体不重要,没有什么内容,讲一些废话而已 但是溶解的颜泪是比较重要,考试比较会考的 淡水跟海水的差别,它的颜度不一样 一般的海水的颜度是3.5%或者是千分之35 讲过,颜度是重量百分浓度,重量百分浓度 ok,好,一般海水这么咸 然后呢,海水里面溶解的很多颜泪 颜泪最多的是氯化钠,其次的是氯化铭 我在上面多写了很多东西,你就随便看一看就好了,不用背 我上面多写的你都不用背 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背,你要背,海水有溶解颜泪最多的是氯化钠,其次的是氯化铭 有人去过海边玩,如果你喝过海水,海水喝起来什么感觉 苦苦喝 苦苦的,咸咸的很好,又咸又苦,为什么? 氯化钠使它有咸味,氯化铭使它有苦味 这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这我们解颜泪最多的是氯化钠,其次的是氯化铭 氯化钠使它有咸味,氯化铭使它有苦味 苦味,这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这就是你要背的事情,ok?你要背的事情 然后,讲点理化好了,氯化钠、氯化铭使它有什么东西? 活二相,电解质,所以会变成离子 变成离子 你猜一猜什么意思最多 氯化钠、氯化铭使它有什么意思最多? 氯化钠、氯化铭使它有什么意思最多? 氯化钠、氯化钠、氯化铭使它有什么意思最多? 好,那海水溶的岩发会怎么样?不容易解冰 有岩类的溶解度,有溶东西的溶解度,溶点会降低 对于其他地方,凝固点比较正确,凝固点会降低 会比较不容易解冰 那第二个,浮力会比较大 因为密度大,所以同样情况下浮力会比较大 比较咸的浮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像个可爱的石海 石海的岩度,一般还是岩度的十倍 所以石海的鼓励就很大 所以旁边这两位帅哥跟美女都沉不下去 这是石海 这是我朋友的朋友在石海的照片 把他拿来用 把他拿来用 我在上面,沉不下去 那岩度会变化 高中会讲的比较仔细,比较复杂 我们国中教的比较简单 海水的岩度呢,会受到蒸发啦,降水啦,什么河水 河口是淡水跟咸水交汇 所以岩度比咸水淡,比淡水咸 接下两个之间嘛,啦啦爱的结果 这个,算尝试 下一个,是我多讲的 结冰的海水的下面会更咸 结冰啊,为什么 因为水在结冰的时候 会把盐巴吐出来 所以下面会更咸 更咸就更不容易结冰 所以基本上海水不会冰透 不会整个海水全部都结冰 只有结到表面而已 它会越来越难结冰 越来越难结冰,OK 下一个就是考试喜欢问的问题 下一个叙述,合者正确 世道地区因为蒸发旺盛 所以海水岩度最高 错,为什么错 因为它蒸发很旺盛 但降水更旺盛 所以合起来反而是稀释掉 所以岩度没有比较高 哪里比较高 负热带地区比较高 负热带地区比较高 一般老师考这个的时候 喜欢考那种叙述的问题 下列叙述,合者正确 附热带地区的盐度比较高 对,世道地区的盐度比较高 错 我考试我喜欢画图考 画一条蒸发曲线图 画一条降水曲线图 然后问你什么地方的盐度最高 你要考谁 蒸发比降水多最多的地方 地方的盐度最高 我喜欢,我觉得这样考 比较有程度一点 比较有程度一点 但是结果你要背下来 这是一般考验上喜欢问的问题 世道跟负热带地区哪边比较鞋? 答案,负热带 为什么? 因为世道蒸发旺盛 但降水更多 降水更多 所以会比较大 比较大 年度的变化 台湾的产颜的时间跟地点 地点就是迦南平原 时间是干旱的冬季 台湾用什么方法产颜? 我们纬度比较低 所以我们是用日晒吧 你有看过未来日本台 日本人怎么做盐巴的? 去煮 去煮 因为他们太阳不够强 所以要煮的 我们不用煮 我们直接晒就好 要晒到是太阳要强 对不对? 太阳要强是不是夏天比较好? 不是 为什么? 它为什么不是夏天? 因为台湾夏天有午后 雷震雨 会有海风 晒了半天 下雨就全部泡汤没有了 所以反而先比较好 冬天 地理有交 台湾南部冬天是干净 所以 产颜的地点是迦南平原 产颜的季节是干旱的冬季 等到下雪席学完之后 就再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南部冬天不下 为什么台湾南部冬天不下 是下雪席学完以后的事情 所以是台湾产颜的时间跟地 那海水溶解就有这个不重要 就讲两个废话而已 一个叫氧气 一个叫做二氧化碳 氧气干嘛? 呼吸作用 还有它干嘛? 光合作用 就是这个 就研究两个 一个叫做氧气 一个叫做二氧化碳 一个叫氧气 一个叫做二氧化碳 OK 这个没有内容 看一看就好 生物什么都学过 然后呢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考卷上曾经出过 问过的话 就这个 第一个 深层的海水 如果没有新鲜的水流过来 它很快就会缺氧 因为生物死翘翘往下掉 分解会消耗氧气 所以要有新鲜的水过来 然后呢 我们就 我们的氧鱼石 我们就有个水车在那边翻 干嘛? 翻上来 跟空气接触 要增加溶氧 所以考试就问你 那个水车要干嘛? 水车要增加溶氧 问你说 那个海水里面 会不会缺氧 如果它不会动 它就会缺氧 这个考试会问 还有一个考试也问过 就问这个 下列虚数何者正确 此处污染很严重 溶氧量很高 错 只要有污染 溶氧量就会降低 只要有污染 溶氧量就会降低 好 所以呢 这个就会容易死翘翘 这个 这个 后面有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会死效降 后面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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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溶氧降低 所以呢 那些养殖的鱼虾被累 就在剑挂掉了 这两个简单的事 是有人会问 有人会问的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个跟各位简单 介绍一些海洋的事情 OK吗? OK 很好 请写课堂练习